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那這個來 是讓我們上禮拜已經介紹過這個集合的運算 那我們這邊就不再重複計算了 不再重複講解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多項式 多項式的這個英文就叫Polinomia Polin是多的意思 Polinomia 多項式的話我們在這個 國中的時候學過 還有東西放在桌上 我們就起來了 好 這個 f of x 那這個x八方 減掉10的x五次方 加3x三次方加1.5 那我們這些 他其實都有些專有名稱的 他有四個項 等就是項 一項 兩項 三項 四項 你跟我四項 然後另外才有他的係數 coefficient 他的係數 那這個可以預計的就是比如說這個x的8次方 他的係數是等於1 x的5次方 他的係數是-10 就叫係數 那另外 x8次方 8次方 他是次方 xplot 就是所謂的指數 指數 指數 那也就是所謂的次方 所以我們就說8次方 5次方 3次方 還有1.5 這個乘以x的0次方 那這個就是 我們的 指數 那現在我們要把多項式把它存到我們的電腦裡面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 多項式我們在做加法印刷的時候 我們怎麼加 那這個 普通我們就學過了 那我們要做加法印刷的話 基本上要把次方的 那個相對應的那個項度把它對齊 所以你這個要的話 f8次方 f5次方 那下面這邊的話有x3次方的 這個x3次方的 你要把這個x3次方的把它對齊 然後這個是x0次方的 這個也是x0次方的 我們把它對齊 那對齊完畢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上下來 把它做加完一算 那得到這個 這個結果就是 這兩個相加之後 你就把它 它的係數 做相加 那這邊的x8方 這個是0 然後這個是-10 寫下來 這個是3加3 我們得到6 這個是2 然後 1.5加上 -4 就得到2.5 就把相對 四方相同把它加起來 好 在這個 表示的時候 你當然也可以這樣表示它 就是 一個a of x的多項式 加到一個b of x的多項式 那這時候我們要把 它相加的時候 要次方相同相加 所以這個s i 次方 s i 次方 它所對應的就是a i 還有另外 那一邊所對應的就是vi 所以這a i 跟vi相加 它們對應的是si 次方 那我們怎麼用電腦 我們怎麼用array來表示 我們的多項式 那這個就是一個 簡單的翻譯 表示的方式 假設我們用一個array 那我們用一個array的話 就從array的0開始擺 擺這些東西 那這個是一個array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array 這個1.5 這是0次方的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再下來 1次方跟2次方都是沒有 我們就寫0 然後再後來3次方 它的這個 係數是等於3 還有5次方 它的係數是等於-10 還有8次方 它的係數是等於1 其他面有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把它 這個多項式把它擺在耳慧裡面 那這個就非常單純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的翅膀 放在哪裡 我們的翅膀就是放在耳慧的位置上面 這個耳慧的index 譬如說這個是5次方 就把這個子-10 把它放在第5個位置 那所以這個耳慧的index 這index的呼號 其實它還是代表我們的翅膀的意思 那因此的話 這種表示方式 你只要需要把係數存起來就可以了 就是這些東西 好 好 那這個時候咧 你的 資料結果長什麼樣子 可能就類似像這樣子 最重要的 就是 當然這邊 我們先叫一個class 那這個class裡面 這裡面有兩個資料項目 那最後呢 就是這個係數 C-O-E-L conversion 這個係數 它是個array 那這個array就是我們下面這個array 那你的這個array的大小到底有 要需要到多大 就是需要到什麼 Mass-ma-dq 再加1 dq就是我們的翅膀最高翅膀 像這個是8翅膀 可是你的多要翅膀 你不知道 將來這個會有多少翅膀 那所以我們講這個dq是到100 Mass-ma-dq到100 所以這個就可以存到600翅膀 那一樣的情況 因為你這個翅膀是 從0翅膀開始數 所以你要多一個1 這代表說你要還要一個0翅膀的 所以就是Mass-ma-dq再加1 這就是我們一般的 最簡單的 的一個處理的方式 那當然 這個 你可能會多一個東西叫dq 就是 那你這個 這個多要翅膀到底它的 它的翅膀到5地步 像我們這個是叫做8 那你dq就會等於8 那基本上這個dq 應該會小一個 你Mass-ma-dq 如果你超過的話 你這個翅膀就放不下 不能超過 那可是我們剛剛這樣擺的方式 當然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8翅膀以後 現在都很沒力 那你放一個翅膀 用一個翅膀100 那麼大的翅膀來放這個 這個8翅膀的東西 後面這邊都是浪費空間 沒有充當任何資訊 它都等於你 那 那怎麼樣 避免這麼一個現象 那你就可以稍作改良 就是 我將來這個race 什麼時候還要把這個 把它伸出來 不要後面dw的 等於你了 我們其實 不需要 那你就可以向 下面這個方式 這個 這個是Prenomia的class 然後這個什麼 這是生成 記得 這個是Prenomia的class 前面這個是class名稱 後面這個是方群名稱 函數名稱 那這個函數名稱 這個Prenomia 跟我們的class名稱是一樣的 這個叫contract 前面講過他是 就是建造者 也就是 我們剛開始 要生成一個新的Prenomia 說我們要設定初子給他 這個就是設定初子的一個地方 設定初子的地方 那其實呢 我們就是要生成一個東西 那這邊怎麼生成一個多項式 這個多項式 我們進來的底規 假設你現在存在這個8翅膀 進來這個 1就會等於8 我們就把8放到這個底裡面 這個就是8 那所以 你的這個array 8吃完以後 通通是等於0 這個就不需要存 所以我們的 這個array 只需要什麼 只需要degrade加1就可以 8加1 也就是你這邊總統要9個位置 就可以了 那 所以你的 這個array 並不是一開始 我們就一定要給你多大空間 這等於是什麼 動態盒 在你需要用到這個 Prenomia之後 我們就宣告一個 new new就是 跟系統要空間 重新建立一個array 那這個array的大小呢 這個array的大小 就是 degrade加1 它的屬性呢 是float 這是float 就是 浮點數的 所以 這個 跟 剛剛這個 你看 剛剛這個是 先把它定好 這個是float 這個 maxima degree加1 這個就是你在宣告你的資格結合的時候已經訂好了 就是這麼大 這已經訂好了 下面這個是 你要用的時候 你在new new就是 在你的prol在執行過程當中 它才升出來 這個是new 然後這個new呢 是根據你的degree 所以這個dc跟這個degrade是同樣的值 根據你的degrade 來升出來 所以你的float就這麼大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進行的空間 好 好 那這個new 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口语語詢的這個空間啊 它其實它就是一個指標啊 那生成一個roarray之後啊 它的使用法 跟我們前面這個口语語詢的使用法 一模一樣 雖然它這個看起來 它是一個指標 可是事實上呢 它就指向一個roarray 所以將來我們在口语語詢的 在使用的時候 跟我們用上面這個方法 所產生的這一個 這個變數名稱 它就是roarray名稱 它使用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那只是在生成的時候 不太一樣 將來使用方法是一樣的 好 再過來就是 那我們 怎麼樣把 兩個 roarray把它相調在一起 那 剛剛那個是一個 解决的方式 可是萬一 你的 proarray名像這樣的 S的1000次方 中間都是等於 最後還有1 那這個時候啊 你用前面這個方式 前面這個方式 最高次方之後啊 就不要了 就沒有了 可是現在呢 我們是S1000次方 不能等於 它最高次方是很大的 所以你中間那個值啊 大部分等於 所以 用這個 這一種資料才一個 當然 已經可以決定部分的問題 可是呢 還是沒有效率 因為你可能會 遭遇相對的問題 S的1000次方 像這樣的問題 那所以 怎麼辦呢 其實更聰明的方式 就是像 我們下面這個做法 就是 你要把次方也把它存起來 像我們這個段 2x1000次方加1 那怎麼辦呢 這個 這個是 2 這個就是2 這個就是2 2x 2x 然後1000次方 然後再加 1的 S的0次方 好 前面這個2 這個2就代表說 你這邊總共有兩個 這個就是 代表你這裡總共有兩個 所以這個2b 這邊的這個2b不是代表次方 這個代表就是你總共有兩個 好 那右邊這個範例 看一下這個範例也是 這個就是 係數是1 然後S的4次方 這是4 然後再加10 10 S3次方 再加3S 3S平方 那你總共有4個人 那你就可以看 那當然啊 這樣的這個資料水果就比 前面的要好了 就是 他實際上用到多少 你用到多少 你再把這個 用到的把它放進去 那你的部分都不要放 那這個就更有效率 那當然 這個時候你如果想要做交換算 那你就不能直接把這個 這個D向 這個E的位置 跟這個E的位置相加 這當然不相加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翅膀一定要對齊 翅膀一定要對齊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相同的翅膀才不相加 那你這個是1000 這個位置是1000翅膀 你要從這邊開始找1000翅膀的 那沒有你就填進來 加碗之後呢 就是 2xs的1000翅膀 然後再來這個是 下一個這個是 這是0翅膀的 那你這邊的話就是抄下來的 這個是抄下來的 只有最後這一個是可以相加的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最後一個 相加 所以是這個2xs的1000翅膀 那其他就照抄下來 這個基本上我們在國中學 多項式計算的時候 這個應該不成問題 只要你把這個資料最後定下來 那基本上你做 降換算是不會有問題 好 現在我們談的是多項式 現在我們談的是matrix 矩陣 矩陣 那矩陣如果資料是滿滿的 這個問題也不大 像這個是一個矩陣 這個是一個矩陣 那如果你資料是滿的 就是每一個這樣都有資料 那當然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這個是一個矩陣 你當然要用一個 二維的陣類來存放 這個基本上不成問題 那現在問題是說 假設你是一個spot matrix spot就是翻譯成中文叫做 稀疏矩陣 虛聲 稀疏矩陣 那 spot matrix的另外的 對面力 相反詞 叫做dance matrix dance 就自己寫 稀密的 稀疏的相反詞就是稀密的 dance 那這個字 這個是 這個 如果各位有印象 學物語的時候 再講密度 這個dance是形容詞 密度叫dance 這個字 這個變化來的 dance 密度 稀密度 密度 s 好 那spot就是稀疏的 那如果說這個 從我們這個 人跟土地來講 地廣人稀啊 這個土地上 住的人很少 就叫做稀疏的 那如果台北市區呢 那就非常dance 非常稀密 這個 這個矩陣 到底是多大的矩陣 那剛好我們有術語 這個叫5乘以6 5 by 6 5乘以6 那所以5呢 就代表這個 5個 row 1 2 3 4 5 有5個 row 6呢 有6col 1 2 3 4 5 6 有6col 所以這個5乘以6這個東西 這個是 數學在矩陣的運算裡面已經定義好的符號 你不可以把它採成6乘以6 6乘以就放過來了 這個叫做5乘以6 先講過再講column 好 好 那總共因為我們這裡是 我們在講的是這個程式設計 我們程式設計基本上從頂開始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就是Row 0 1 2 3 4 不過你如果跟數學家講的話 你不用從頂開始 數學家用的從頂開始 好 那所以我們這邊有5個Row 有6colour 30個元素 5 6 30 30個元素 重要的是 非0的元素 讓就是0 非0的元素 非0的元素 非0 非0的元素有幾個 你冻了6學 那6格在這個幾個手裡面的話 感覺上就是不太多 不太多的情況之下 我们就会说它是一个spots matrix 稀疏的 不太多 那其他调用是等于你 那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说 那你这种spots matrix 说 我们到底调用什么 知道你会怎么把它存起来 就是你一定要我们希望不要把记下 只有记在M非典的地方 那这个spots 这个字 到底百分比是多少才叫spots 百分比是多少才叫spots 这个数学上面没有定义 spots是你的感觉啊 你觉得很稀疏 它就是很稀疏 没有定义说百分之多少才叫spots 没有定义的 好 那这个六个在三十个里面 这个全部有三十个元素 六个到底算不算稀疏呢 但是我们这个举例子也不能举得太大 所以我们就举这个六个非典的元素来看 那像下面这个 这个就是 基本上每个地方的指都是不等于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 我们就说这种叫dance matrix 就是基本上大多数的量都是不等于 也就是大多数的量的值啊 都是有效的值 我没法出起来 那这个spots就是大多数的量等于 那再说一个就是 spots跟dance啊 没有明确的定义 没有明确的百分比定义 那顺便讲一下啊 这个matrix这个字啊 就是单数嘛 matrix一个一个就是单数嘛 以上的matrix就是这个啊 这个是负数啊 那这个负数的话 这个特别的英文单字啊 就是这个s啊 这个s的方面 那现在我们准备做一件事情 转 这个转自矩阵喔 transpose 这个应该学 线性带出一个 5分比的 就是要学过吧 其实高中 高中应该也学过这种形成吧 其实高中应该也学过这种形成吧 好 这个翻例啊 就是 你现在这个column 1470 然后这个column 把这个column 然后摆在很个地方 1470 把它摆在那个row 把这个column 把它摆在第二个row 那如果你要看roll也可以喔 把第二个row 到这边摆在这个column 也就是如果跟它的交换 或跟它的交换 那这个叫做s-pose 那如果从我们写proven的角度来看 就是 你这个iA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譬如说 这个好了 你这个iA的位置 这个iA的位置 iA的位置 对应到我们transport 是变成z-iA的位置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原来是eA的位置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原来是eA的位置 我们从你开始数啊 所以这是eA的位置 所以这是eA的位置 现在对应到这里呢 这里就是eA的位置 那我们写proven的话快要攀水 你就把所有的这个aA的位置 把他搬过来 变成meA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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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port是自动非常单纯的 那如果你是完整的矩阵 那我们的这个iA的值 看了有几个raw 这个raw是代表什么 代表那个raw的个数 你这边有四个raw 那raw的值得每四 然后呢 变成小一个colour 你有三个colour 所以这个colour的矩阵很散 就是把这个所谓的i跟j 你的位置 把这个i跟j把对掉 rawing column把对掉 所以就是这个e2的地方 就把它搬到21的地方 那做这个事情 基本上如果你是 这个取证里面的资料 都是满的 都是稀疏的情况 那这个非常坦白 那你的时间复杂度 我们都要估计 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那时间复杂度呢 基本上就是 你到底有几个raw 乘以你到底有几个colour 也就是所有的元素 你都要做 那我们这边的这个元素 的数量就是 4乘以3 4个raw 4乘以3 4乘以3 4乘以3有4个raw 这个捏 换过来之后 你就会变成3乘以4 那colour的raw就对掉了 变成3乘以4 那你总共有12个元素 所以你的时间复杂度 就是order raw 乘以colour 也就是4乘以3 4乘以3 12个元素 你都要做 这个是一般 你用 2 dimensional array 来表示我们的 matrix的 这个 进行transport的一个方式 但是如果你是 spot matrix怎么办 那首先我们要谈了 那这个spot matrix 我们的资料体货 是什么 你不能再用一个 2 dimensional array 把所有东西存起来 因为你大部分的 雕都存给你的 那大部分的雕都给你 你用一个大这个 耳朵把它存起来 那就脑配空间 我们只要把 那些不整个雕都把它存起来 那你的 资料结果长什么样子 资料结果就像这样子 用 三个值 来代表那个 里面的东西 这三个值 什么意思 113 代表耳朵跟colour 所以这个是什么 第0个raw 第1个raw 然后0 1 2 3 所以E3这个位置 E3的这个位置 E3的位置 它里面的内容是等于3 所以我们用 这个3的原图 先记载它的raw跟colour 最后记载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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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储存的这个value 所以这个E3 3 那 像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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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的位置 0 1 2 3 4 第5个位置 所以这是1 5的位置 它的内容是等于4 那你这边一共有6个 不等于1的 所以我们这里 自然自然 这边就有6个 好 那这个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数语 叫做triple 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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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譬如說我們現在想要做Transport 就是剛剛的這個動作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了解我這個東西下來要花什麼地方 你的資料會花什麼地方 好,那我們現在是把剛才這個東西是一個Triple 把他存起來,當然你也可以把他想成是三個 三個的位 一個是存過的,一個是存他的,一個是存給一 這個內容跟剛剛的內容是一樣的 就是一三的位置,他的內容是每三 一五的位置,他的內容是每四 那這邊總共有六個 所以當然是互相對應的 這個Raw跟這個Colent對應在一起 然後這一招都可以有,這是對應的 所以你當然也可以用三個Array 把他存起來,但是他的位置基本上是互相對應的 那這個內容跟我們現在這個Metrics內容當然是一致的 好,所以呢 所以,等於是我們現在要來看看 這樣的東西,我們現在要把這樣的東西把它存起來 那我們設定的資料結構 就設定一個Array 設定一個Array 這個SM Array 這個Array 它存放了就是一個 就存放這個Triple 就是Raw,Colent還有Value 就存在這個東西 所以每一個Array的一個元素 一個元素它存放就是 這兩個三個資料就是一個元素 這個Array裡面存放這三個資料 就是第二個元素,下一個元素 所以我們這個用Int Raw,Colent還有Value 來表示我們所對應的那個資料 那可能我們還需要知道 下面這個課我們可能還需要知道 那你總共有幾個Raw 所以這個Raw加S 這邊加S 你這個整個Metrics 總共有幾個Raw 總共有幾個Colent 然後呢 總共有幾個Terms 這個Terms這邊講是 不等於0的元素 那基本上是不等於0元素 就是這個Raw乘以Colent 不是 這不能整的 這不能整的 因為相整的嗎 是全部的元素 那不可能 就是要看看說 我們這個Array的大小 這個大小 到底是有什麼元素 那另外還有一個叫Compation 就是我們宣告這個 收音宣告 這個 我們剛剛是六個 我們剛剛六個 那Compation就是容量 這個寫出什麼叫容量 就是我這個Array 這樣也可以裝多少東西 這個叫容量 那這個容量呢 不一定是跟我們這個Matrix 你的非你的連數是一樣多 這個是容量 所以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是我們在宣告這個Ray裡面 所需要用到的其他的資訊 好 那 這個剛剛這個是概念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變成 我們的C++ 就是我們現在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需要的這個 這個是 這個 這個Spot's Matrix 重點就是我們這個Spot's Matrix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pot's Matrix裡面 有沒有什麼東西 剛剛講的 Rows Row就是你的 Row的個數 Colons 還有Times Times就是put名你的個數 還有最重要就是那個Array 這個Spot's Matrix 這個Spot's Matrix SM 這個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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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MassMarket MassMarket MassMarket就是你 你最大的 最大的量 最大量 最大量在這邊 MassMarket在這邊 是沒有寫出來的 最大量 比如說你這個可能 100或1000 這個最大的量 好 然後呢 這個Array 這個Array 每一個聯儲長怎麼樣 Matrix Term 這個Matrix Term 它的地位 就跟我們寫INT地位 是類似的 但是這個Matrix Term 是這個 算是一個Class 它是一個Class 所以這個Matrix Term裡面 最重要的三個東西 就是這個 這三個 所以這個Array SM SM Array裡面 每一個元素 都是一個Matrix Term 每一個元素 都是這個Class 這裡面的每個元素 都是這個Class 這個Class裡面的 這個資料 就是這三個 Raw Column Value 所以我們每一個元素 我們就有三個資料 Raw Column 還有Value 好 接下來 我們這個Matrix的 這個Transport 我們要怎麼進行 那這個就是剛剛 原來前面這個 這個範例 這個 剛剛的這個Manchis 這個範例 現在就是要把這個 Raw跟Column 對調 簡單講就是把 Raw跟Column 對調 它的值是不會變的 所以你看 你原來長這樣子 Raw跟Column 三個交換 對調 好 所以你原來在E3的位置 E3的位置 現在就變什麼 3E的位置 所以就是把這兩個 Index的子 把它對調 這兩個對 這兩個對調 所以把子的Raw跟子的Col 把它對調過來 那就對了 那答案呢 答案沒有改 這個Manchis 跟剛剛一模一樣 沒有 就要做這個對調 那現在問題就是 你要怎麼做這個對調 你要怎麼調 你要怎麼做對調 那這個對調之後 各位可以看 大家原來 我們在左邊這個 是按照Raw的編號 由小而大 你對調過來之後 這個順序 就不再有Raw的順序了 當然Column 它是要按照順序的 可是Raw就沒有了 所以你對調完畢之後 你的這個資料結構 沒有恢復原來的樣貌 沒有恢復原來的樣貌 假設我們原來的樣貌是什麼 按照Raw的大小 由小而大 你對調之後 你的Transpose 你也要恢復原來的樣貌 就是你的Raw要按照由小而大 但是你這邊沒有 所以這些資料 我們要重新整理 讓它能夠按照Raw的大小 由小而大 好 所以我們可能就有一個方法 我們會這樣想 我們可能有一個方法 那這個是我們的原來metrics Transpose是右邊這個 所以你原來這個 在E3這個位置 在E3的位置 現在已經跑到3E的位置了 這個 這個原來在E3的位置 現在已經跑到3E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原來在E3這個位置 這個跑3E的位置 好 那為了我們要能夠讓我們這個 陸落的順序 還是有小而大 那我們可能有一個 簡單的做法 我們怎麼出來 我們就在原來在這些資料裡面 看成早 從CALEN CALEN CALEN有沒有你 我們就從頭到尾看一遍 沒有你 好 那結束了 再來CALEN1 沒有 結束了 再來CALEN2 你只要是2的 就把它動計起來 這邊也有個2 這邊也有個2 所以我們就把它動計起來 這些CALEN2 我們就把它動計起來 所以這裡有一個CALEN2 我們把它動計起來 之後呢 把它的資料把它抄過來 變成Transport的資料 就是CALEN如果這個值要對掉 所以這個2在這裡 第二個 CALEN 2完畢之後呢 接下來重新再一遍 CALEN3 那3的話就是這邊有3 這邊有3 這邊有3 你就按照出去把它動計起來 所以 再下來就是 就是3 然後CALEN3 這個就是3 然後你會把它動計起來 3 然後CALEN2跟CALEN對掉了 就3 1 再過來下一個3在這裡 下一個3在這裡 那這個CALEN就是3 2的位置 再下來就是3在這裡 3、4的位置 所以這個3 就是這3個3 這3個3 我們把它動計起來 再下一次呢 我們就從頭到尾看一遍 4的地方 看到這個4 那就是把它動計起來 就是4、2 最後我們再看一下 5的 就把它動計起來 5的 那動計的時候當然順便 它的值要對應超過來 那這樣的話當然保證 你的這個RAW的 這些編號 一定是按照順序編號的 因為我們剛剛在找的時候 是按照順序有效的 對應超過的 有效的 那這樣做呢 很大會實驗 是不是很大會實驗 各位同學不要拍桌上 这个做法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做法 这个Program 这个Program就是刚刚所讲的做法 那我想这个Program就 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去TWIS了 这个就 各位去TWIS 那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说 你在看那个C 看那个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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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看一遍 看它一遍等于C 你的C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把东西过去 所以这个Program就留给各位自己TWIS 我们要重视这个时间复杂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看一下 好 那我们刚刚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刚做的事情就是 从这个资料里面 从头到尾先找李颖 你也没有在里面 所以 你这个资料里我们就找一遍 从头到尾找看李颖 在里面 找一遍 下一次呢 下一次呢 我们又去找 看看E有没有在里面 从头找一遍 再来下一次呢 所以现在呢 我们又从头到尾找这个2 看看李颖在里面 所以现在呢 我们又从头再找一遍 我们每找一遍 我们就要看过所有的资料 这个所有的资料 就是我们这非纽元素 有六个 我们每找一遍 就要看过这个六个资料 好 然后这块呢 找了几遍 看你也要找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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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三四五 都要找一遍 所以我们总共看过 这些资料看过了几遍呢 看过我们有六个卡的 所以我们看过六遍 我们有六个资料 然后又看过六遍 好 所以呢 这样的时间复杂度 好 所以呢 这样的时间复杂度 这样的时间复杂度就是什么 就是 turn turn就是非纽的地方 col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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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这个范例里面 刚好colour就等于六 有六个colour 然后呢 不等于人 不等于人 要有六个 不等于人 有六个 所以我们这个总量 是这样的 这样的数量 这个总量是这样的数量 那当然 这个turn 就是不等于人 的量 到底有多少 最多到这里 你这边要写一下最多 不等于你 当然 可能没有这么多 这个像我们刚刚就是 Rose & Colour 三十个 三十 全部三十 那最多他三十个 因为 最多就是每一个都不等于 最多三十 那我们在讲这个 时间复杂度 这个order 这个oh 假如是 actmost 各位不要忘记 这个叫actmost 最多是多少 就是actmost 所以上面这个terms 乘以这个colour 这是比较准确的写法 下面是说 你这个term到底是多少 有时候很难估计 那我就说最多是 raw x color 好 那再下来 我们就要说 刚刚的这个做法 还可以再改进一下 好 那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看看 我们要怎么改进 我们为什么刚刚看那么多遍 把六个资料看了好多遍 那最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这个colour的起点在什么地方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先把 每一个colour的起点 先把它算好 算好之后 我们将来就可以拿来使用 那我们来看看 原来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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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原来弱1弱2 将来会变colour 1 原来11的地方会变colour 1 原来这个2的地方会变colour 2 这是原来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在第i弱 原来的第i弱 原来的第i弱 对不起 对不起 原来这个 原来的colour 原来的colour 第i个colour 原来第i个colour 就是这样一个2 原来第2个colour 将来会变成第2个弱 原来第3个colour 将来会变成第3个弱 所以原来的第2个colour 所以原来的colour 所以原来的colour i将来会变成第2个colour 这会非常自然 所以我们怎么办 我们不然数一下 我们怎么数呢 这个最开始 你可以这样看 最开始你会设定一个array 这个是我们算快的结果 最开始你会设定一个array 每一个都是0 这个代表第1个 第2个 第3个 第4个 第5个 第1个 我们现在要看看说 那你在这个colour 里面 这样会变成roll 变成roll 有几个 看到3 它这样会变成第3个roll 所以我就把第3个位置加1 也就是第1 2 第3个位置加1 再来看到5 这个5 会变成这样的第5个roll 所以第5个roll加1 再来看到3 那我就把第3个roll加1 再来看到4 我就把第4个roll加1 再来看到2 我就把第6个roll加1 再来看到3 那我把第3个roll加1 好 这个是做出来的答案 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事先先算看看 每一个roll 在未来 在未来每一个roll 到底有指别的 什么roll 然后再下来 下一个动作 第1个动作 有这个roll之后呢 我接下来就会知道说 那我每一个roll的起点在哪里 就会知道 每一个roll的起点在什么地方 这是0 这是0 这个它的起点在什么地方 因为前面都是0 前面都是0 所以它的起点在第0个 它的起点在第0个 这个roll的起点前面有一个 所以它的起点在第1个 这个它的起点在哪里 它前面有4个 1加3等于4 1加3等于4 所以它前面的起点 它的起点在第4个 再来 这个呢 它的起点在哪里 它的起点在1加3加5 它前面有5个 所以它起点在第5个 所以它起点在第5个 好 所以 这个 这个东西怎么得到 这个东西就是把上面 如果你要算这一个 就是把它前 这个前三个 这个前三个相加 就得到这个1 在这个呢 这个相对的 怎么算呢 把前面这4个相加 前面这4个 就是把这个3跟刚刚这个1加起来就对了 再来算这个怎么算 就把前面这几个相加 就做它起点 新的起点 好 所以就是 把它上写 这个上写 这个也有一个 专业的术语 这个叫做Cravice Stop 在这边没有写 你可以把它写上去 Cravice Stop 其实未来 你讲匡话 讲这个字 讲这个字 大家都不知道 你来做的事情 Cravice Cravice 是什么意思 譬如前面的一段 叫做Cravice 我们在英文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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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这个International 在英文里面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这个是一个 这个叫国际 对不对 那我们在英文 可以分说 这个前面一段 跟后面一段 那Intern 我们就可以 就像说它是Cravice 所谓的Cravice 是什么 从第一个字 开始数 数到某个地方 一个字串 里面的前面一段 第一个字开始数 前面的那一段 这叫Cravice 所以这个你可以 说它叫Cravice 所以我们就说 啊 这个International Internet 有相同的Pravice 有相同的Pravice 因为它们前面都一样 所以它们有相同的Pravice 这个叫Pravice 简单就是前面的一段 那那一段有多少 没有定义的 就是前面的某一段 从第一个就开始前面的某一段 这个叫Pravice 那什么叫Pravice 那什么叫Pravice上呢 那什么叫Pravice上呢 那 那一段 那一段 前面一段的上 前面一段的上 起点一定是最开始的那一个 Pravice的一个 跟起点一定是最前面的那一个 但是前面 这个 中点是哪里 没有定义的 这叫Pravice上 所以呢 这个我们刚才算的东西 就是Pravice上 这一段加起来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加起来 这一段 那这一段加起来 这一段加起来 这一段加起来 这叫Pravice上 那这Pravice上呢 也就代表什么 将来 我的Raw要从第五个位置开始放 我的Raw 这个 第五个Raw要从第五个位置开始放 我的这个 第四个Raw要从第四个位置开始放 我的第三个Raw要从第一个位置开始放 好 好 那再下来 我们就 刚刚这个零算好了 开始的这个位置更零算好了 这个开始位置在这里 更零算好了 然后再下来 我们再Scan一遍 这一段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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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一三 这样会变成三一 第一三会变成三一 所以这里还反过 然后它要放在哪里 第三个Raw 零一二三 它要从第一个位置开始放 所以三一放在这里 三一放在这里 再下来 之后咧 如果下面还有三 它这个第一个位置应该放 所以它的值得改成特别 这个应该是一 现在改成二 下一次开始放的位置在第二个位置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Scan按照顺序 下一次是这个五一 五一 所以五一放在哪里 你就看这一个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五一要放位置 第五个位置开始放 所以它要放第五位 五一 它的内容是四 马超弄来 那同时咧 假如未来还有第五个Raw 他要从第六位置开始放 再下来 我们就读到下一个 二三五 现在变成三二 三二五放在哪里 看这个就可以了 三二要放什么 零一二三 第三个Raw 要放在第二个位置 就放在三二 就放进去 三二 放进去 然后咧 这个也一样 下一次如果还有第三个Raw 它从第三个Raw 就开始放 好 然后依此类推 那这里 这里应该是 没有做完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把它做完 下一次的话是二四七 二四七的话 会变成四二七 会变成四二七 好 那这个四叻 将来要放的位置 将来要放的位置 将来要放的位置是这里 这四 所以你就把四二七放在这里 四二七 那同时这个四 将来如果还有东西要放的位置 要放到位置 要放到位置 二二要放看这里 二要看这里 二要看这里 这是第零个 通关第零个 所以就是 二二 然后四 还有二 那同时如果它将来还有的话 它从第一个开始要把它加一 再过来是四三六 现在变成三四六 它放到哪里 看这个 通关第三个 在这里 三 四 对 同时这个也要把它加一 一 好 这就全部做完了 所以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 我们这样把它scape一遍 从头到尾把它爽一遍 我们就可以把东西把它放进去 那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因为 因为我们事先知道 你将来要摆的位置在哪里 那就是你把它摆进去 好 那我们就先下个休息